听别人的故事,学自己的道理,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人。 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要给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故事。 婚礼前,我被锁在家里一个月,继父每晚都会来我房间直至怀孕。 我妈知道却说肥水不流外人田,大姐二姐怀的都是这畜生的种。 我这样做,让她牢底坐穿,永不超生。 我娘说,我们家的女儿不流外人田。 婚礼前,我被锁在老家阁楼一个月,直到怀孕。 从此我才知道几个姐姐为什么都着急出嫁。 所有人都知道家里住着一个畜生,却从来没有一个人告诉我。 房顶那口缸子里养的也不是会哭的娃娃鱼, 而是我的三姐。 我有四个姐姐两个弟弟,我排行老五。 除了意外过世的三姐和我,其他姐姐都早早嫁了人。 今年家里开始给我张罗亲事。 在城村这样落后的村子里,我跟几个姐姐几乎没有读过书, 从我有记忆开始就是照顾两个弟弟。 在后来弟弟们大典了,我就开始跟着下地干苦力。 直到这天早上亲起来,要带我去相亲, 我才有史以来,第一次不用去地里干农活。 以前不管是刮风下雨, 我跟几个姐姐都是要下地干活的, 不去就没有饭吃。 村里重男轻女严重, 我爹又死得早, 我娘不得已, 在村里给我们招了个继父。 继父入坠我们家后, 跟我娘又生了两个弟弟。 就这样, 我娘在村里才能抬起头来做人。 我跟几个姐姐都要为了两个弟弟多干活, 好替两个弟弟挣点老婆本。 武奉他娘, 那我就带他走了。 我可说了, 我娘家侄子长得俊, 家里还有辆拖拉机, 你家武奉过去肯定是享福的命。 亲戚一边说, 一边拉着我的手往外走。 托你的福, 希望他能看上我们家武奉。 我娘说着, 满眼都是笑意。 就这样, 我被亲戚带到了街上, 八十年代家里能有辆拖拉机, 在村里条件是相当不错了, 所以还没有见到男孩, 我已经是心悦的。 我们很快到了约定的地方, 亲戚拉着我走向了一个 眉清目秀的俊小伙面前。 对方也不过二十出头, 人长得很高大, 武官在村里是打着灯笼, 都难找得好看。 武奉, 这是凤祥村的刘川, 我娘家亲者。 川儿这是陈村的陈武奉。 亲戚拉着我的手放到了刘川的手里。 我跟刘川都有些害羞, 两人脸都胀得通红, 半天两人都没有出声。 人我是给你们介绍了, 我还有事, 你们先自己去找个地方吃点东西, 下午我在这儿接武奉。 刘川他姑说完, 笑嘻嘻就走了。 我赶紧抽回手, 低垂着头, 脸红得跟个红鸭蛋似的。 我, 我, 你想吃什么? 我带了钱。 刘川同样红着一张脸, 说话有些结巴, 都不敢直视我。 刘川对我也算是一见钟情, 村里人常说我不光脸蛋漂亮, 个也高挑, 是村里数一数二的美人, 所以, 我还是多少有些自信的。 听刘川说, 一开始, 他是不同意相亲的, 可经不住家里长辈们催, 加上是他姑介绍的, 算是知根底, 原是想来随便应付下, 到时就说没相上。 如今见了我, 刘川早把之前那一套丢脑后, 主动找了话。 我都行我红着一张脸, 轻声回了一句。 我平时很少有机会上街, 听村里小姐妹说, 街上什么好吃的都有, 以前大伯娘还在的时候, 偶尔给我一块钱, 让我上街买点好吃的, 我都舍不得花, 上街的时候, 口袋里放多少钱, 回来的时候, 还是多少钱。 我会原封不动地还回去给大伯娘, 大伯娘总笑我傻孩子。 大伯家没有孩子, 所以大伯跟大伯娘对我格外地好, 有什么好吃的都会叫我过家里吃, 甚至过年还会给我买新衣服, 在那个年代, 别说衣服, 能填饱肚子都难。 就像我们姐妹几个, 衣服都是大的穿完后面的接着穿, 我的衣服都是从大姐那儿一路穿剩下来, 过了好几手的就衣服了, 衣服上全是补了又补的补丁, 更别说吃的。 所以, 刘川问我想吃什么, 我其实是不知道有什么能吃的。 那我带你去我常吃的那家店坐坐。 刘川毕竟是个男孩子, 害羞完, 说话利索了不少, 就是脸还是红到了耳根后。 恩我点点头, 偷偷抬眼看了她一眼, 又快速低了下去, 紧张地双手扯着衣角, 不知所措。 就这样, 我跟刘川相处了大半天, 从互相害羞到慢慢地习惯, 直到下午, 刘川姑约定的时间到了, 我们还有些依依不舍。 刘川姑瞧着我们的神情, 知道这事儿八九不离时, 很是高兴。 知道她娘嫁着儿从小害羞, 怕见姑娘, 瞧着我们的模样, 刘川姑算是松了口气, 怕是今年就有侄媳妇了。 毕竟在农村双方同意, 父母同意, 这婚就算是成了, 何况我们两个年轻人, 还见了一面呢。 有的见都没见过面, 父母同意就直接结婚的一抓一大把。 回来的路上, 刘川姑心里喜滋滋的。 这天回家, 我娘问过我, 知道我也看上对方了, 顿时欣喜得不得了。 后面, 两家很快就商量彩礼的事儿了。 两家经过刘川姑传话, 基本定下来了。 我娘应该是全家最高兴的那个, 满心满眼的高兴。 我就是看着, 心里头也跟着高兴。 毕竟我们家能找着这样的人家, 我也算是高价了。 我们家穷, 每年过年别人家都有肉吃, 我们家是连肉都买不起的。 如果我能嫁进那样的人家, 以后也就不愁吃穿了。 此间, 我那个后爹只默默在一边抽着她的卷烟, 这是自家种的土烟, 她大口大口抽着, 不时拿眼上下打量着我。 最后还是没忍住出口, 刚见面就着急嫁什么嫁, 先定下来, 明年翻春了再嫁。 到时先听听亲家怎么说。 我娘听完我后爹的话, 却是目光有些闪躲。 我当时并不以为意, 觉得我后爹说得也没有错, 毕竟两人才刚刚见过一面。 况且, 我四姐前几天才嫁出去, 我要是今年一起嫁, 在村里怕是又要被人查鱼饭后, 指指点点的。 在农村, 同一年是不能嫁两个女儿的, 说是有讲究, 同年嫁的两人会有一方过得不如意。 不过, 这不是我们一家能决定的, 还要南方同意了才行。 因想着这事, 晚饭我都只是草草吃了几口, 很早就回了阁楼, 想着想着我也不知道 什么时候就睡沉了。 我正睡得香甜, 做了个很美的梦, 梦里是今天刚见过面的流川。 我高兴地与对方说着回家的事, 突然, 我感觉身体被人上下斧了一把, 紧接着, 还没有等我反应过来, 我就被压了个结实。 啊, 我从梦中惊醒, 吓得不轻, 惊叫连连, 救命, 爹, 娘, 家里进贼了。 我快哭出来了, 一边挣扎着, 一边冲楼下喊, 我住的楼下正好是我后爹和我娘住的房, 旁边那间则是我两个弟弟的。 喊什么喊? 我后爹压着声音恶狠狠地骂了一句, 手在我身上胡乱摸着, 爹。 我听到熟悉的声音, 顿时愣在当场, 以为自己听错了。 我们家穷, 房子也不多, 所以, 我后爹和我娘还有两个弟弟住楼下。 村里家家都是土房, 房上再用木板隔出来两间阁楼, 作为我跟几个姐姐的房间。 平时大家都是两个, 一床三个一床, 而我以前一直都是跟四姐一床的。 后来, 我三姐死后, 我后爹就非要让我跟四姐一人一间阁楼分床睡。 虽然我总说自己一个人害怕, 想和四姐一起睡, 可我后爹就是不同意。 当时我就很好奇, 我后爹为什么不同意, 如今我突然就有了一个不好的想法。 知道是你老子, 还不老实点。 我后爹凶巴巴地骂了一嘴, 手又开始不老实了。 爹你要干吗? 我愣过神来, 比刚才还要用力挣扎着, 想推开他, 可我根本没有他力气大, 推了好一会都没能推动半分。 干嘛? 你说还能干吗? 说着话, 我后爹的手已经探进了我的衣服里。 惊得我是又羞又怒, 可又挣扎不开, 只能朝楼下大喊着, 娘, 娘, 你快上来, 我爹疯了。 他, 给老子老实点, 要不然老子一会不让你好过。 因为我喊人, 我后爹直接给了我一个巴掌, 想以此吓唬住我, 让我闭嘴。 我被狠狠地打了一耳光, 打得我双眼冒星星, 头有些发晕。 我后爹以为我总算听话, 这才满意地重新把手, 又探进了我的衣服。 啊, 啊呀, 畜生, 衣服再次被揭开, 我吓得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又惊又叫, 手脚并用, 想把我那个畜生后爹推开。 他, 又是一个巴掌挥下来, 我的脸火辣辣地痛, 喊, 再喊老子打死你, 马上就要嫁人了, 我把你养这么大, 不能白养了便宜外人。 我那个畜生后爹说着, 又开始去扯我的衣服。 畜生畜生, 我咬着牙骂着, 一把扯回自己的衣服, 使了吃奶力气, 抬起一脚, 用膝盖往上一踢。 我一点都没有收力, 是真的用尽了全力的。 我这畜生后爹的话, 我听明白了, 我毕竟已经十八岁, 对那种事, 多少有些知道, 毕竟我娘和她就住我的阁楼下。 有时候我睡得晚, 把该听的不该听的都听了进去。 甚至, 以前姐姐们还没有出嫁, 隔壁隔楼也时有动静, 姐姐们总是半夜偷偷地哭, 我还特意问过姐姐们, 姐姐们却只是说晚上做了噩梦, 吓得。 现在, 我似乎终于知道了, 根本不是做噩梦, 而是家里这个老畜生胡作非为。 哦, 你个赔钱货, 你敢打老子。 你晓不晓得上个不从老子的, 是什么下场? 陈老三痛得面部扭曲, 抽倒在木板床上。 眼看着我往木梯走, 陈老三狠声骂着, 你今天赶下这个楼, 我明天就让人回了这门亲, 我告诉你, 你这一辈子都别想嫁人。 给我在家待一辈子, 到时你还是我的。 陈老三强忍着痛, 他今天是不能行了, 但是也不准备放我跑楼下去闹。 你给我滚回来, 你几个姐姐都不敢反抗, 你再敢反抗, 我弄死你, 我愿意教你, 那是你的福气, 你别不知好歹。 陈老三磨着牙, 恶狠狠地瞪向我的位置。 我听着那个畜生的话, 那分明是得意, 得意我几个姐姐都陪他睡过, 得意他是在教育我, 他却不知道, 我气得想给他挤刀子。 你不是人, 你连畜生都不如, 我娘要知道, 非得跟你拼命。 你娘? 你以为你娘不知道? 她不光知道, 很多时候还得她把风, 要不然, 这是让其他人撞见, 你以为你几个姐姐还用嫁人吗? 你识趣点, 乖乖地, 不然老子让你嫁都别想嫁。 不提这个还好, 一提这个, 陈老三更得意了。 平时其他几个女儿回门, 她都是不放过机会的。 大白天的她要折腾, 那动静肯定小不了。 没有他们娘把风, 这事也不能成了。 加上她几个姐姐 从小都被她睡习惯了, 也就半推半就成事了。 我听着那畜生的话, 我瞬间像是漏了气的气球。 是了, 刚刚楼上的动静也不小, 我吓得那叫声那么大, 我娘都没有反应, 看来也是默许了。 我目光凉凉看向 还在那儿捂着命根子的畜生。 我告诉你, 就算是我娘同意, 我也不可能同意, 今天你要是敢动手, 我就要你的命。 你个小畜生, 你给老子等着, 老子等会儿就弄死你。 陈老三恨不能立马就收拾了我, 奈何现在他命根子不允许, 也只能呈嘴上微风。 我担心他真的追上自己, 着急下了楼。 凤我娘坐在床头上, 担忧地叫了我一声。 刚从木梯下来, 脚还没有着地, 我便听到了身后我娘的声音, 猛然转过头去。 为什么? 我目光含泪问向, 坐在床头默默抹眼泪的我娘, 我不明白为什么会在自己家里发生这样的事。 为什么我娘明明知道, 却没有阻止这样的事? 为什么眼睁睁看着那个禽兽不如的东西做出这种事, 还保持沉默, 甚至成了帮凶。 还有我的几个姐姐们, 为什么没有一个人跟我说过这样的事? 为什么? 娘今天就告诉你为什么。 我娘走向前, 拉着我的手往床上走。 在我放松警惕的时候, 她从后面也不知道拿了什么, 狠狠地敲在了我的后脑上。 等我醒来的时候, 我已经回到了阁楼上。 从此, 我被他们用铁链锁在了阁楼上, 被那个畜生没日没夜地欺负, 让我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直到两个月后, 我怀孕了。 吐得厉害, 把整个阁楼都弄得脏脏的, 东西也吃不进去, 我以为我是要死了。 那畜生似乎知道我为什么吐, 他跟我娘商量后, 决定解开我的铁链。 过够了暗无天日的日子, 被放出来的那天晚上, 重新站在阁楼下的时候, 我哭了。 见到我娘, 我忍不住再次问她为什么。 这个问题, 我问了两个月, 她从来都没有回答。 我左右都快死了, 你告诉我为什么? 我是你的亲生女儿啊。 世上为什么会有这么狠心的母亲? 吐, 我娘捂着脸, 极力忍着不让自己哭出声来。 哭了好一会儿, 她才小声地道, 因为家丑不可外扬, 因为你们还要嫁人, 因为娘打不过她。 说完, 我娘抬手狠狠地往自己的胸口垂去, 一边垂, 一边哭道, 我能怎么办? 我招了这么一个男人, 我能怎么办? 我要闹出去, 你几个姐姐怎么嫁人? 你怎么嫁人? 你两个弟弟以后在村里如何立足? 我听完满满满的一肚子气, 我恨, 恨那个禽兽, 恨我娘, 恨姐姐们, 为什么都知道, 却没有一个人提前跟我说。 如今听到我娘的话, 我竟不知道该恨谁去。 我娘说得没错, 这是, 要真传出去, 这个家早就不是家了。 可, 现在这个家, 也不是个家呀。 臭娘们, 你最好让她老实点, 不然, 我连你一块打。 外面, 陈老三听到我跟我娘的对话, 完全不当一回事, 而是更变本加厉地威胁着我们。 我娘一听, 吓得一个机灵, 自从她招了陈老三进门, 平时她只要一点儿不顺着陈老三, 就会被打, 有时打得她都下不了床。 但是, 她又不得不下床, 因为她不下床, 家里还有嗷嗷待哺的孩子要养活。 这样一来二往, 几十年过去了, 她早就活在了陈老三的淫威之下, 没有了自己。 陈老三威胁完, 她赶紧抹掉脸上的泪, 看向我。 五凤, 你听话, 好好陪着她, 娘尽量让你早点出嫁好不好。 她还在试图劝着我, 明知道这样是错的, 可是她又不得不这样做。 毕竟, 这个家里, 谁也反抗不了陈老三的决定。 乖, 你听娘的, 娘不会害你的, 等你出嫁了, 就好了。 疯了, 疯了, 都疯了。 我没想到我娘会如此, 气得推开了她, 也固步地身体, 乘着她们不注意, 逃命似地逃出了家。 为了躲她们, 我在村里树林, 躲到大半夜。 后来, 我摸黑去了离村里最近的二姐家。 几个姐姐, 除了三姐早是没嫁人, 二姐四姐都嫁人了。 我二姐嫁在隔壁村, 停时走路, 也就是一个多小时。 这天, 我实在是太累, 加上长达两个月被关在阁楼, 又每天吐得厉害, 体力根本不行。 加上我不敢走大路, 等我走走停停, 到二姐家的时候, 天已经有些灰蒙蒙亮了。 站在门口, 我好几次伸手想敲门, 又不得不放下。 这个时间, 大家都还在睡呢。 我如果叫门, 怕是会引来大家的疑惑, 为了二姐的幸福, 我选择了在她家门口等天亮。 早上早起习惯的陈二凤, 从房间出来, 准备去厕所, 听着门口外面的动静, 以为是出去跑木头生意的丈夫回来了。 往外喊了一声, 春生, 姐, 是我。 我都已经坐下了, 准备等天亮, 没想到我姐会突然出现, 忙应了一声。 听出是我的声音, 我二姐忙开了大门, 这个时候虽然不至于黑灯瞎火的, 但也差不多伸手不见五指, 她凭着人影看向门口的我。 五凤儿, 你, 我二姐看见我, 张了张嘴, 似乎想问我怎么这么早来家里, 可她似乎明白了什么, 顿时就不说话了, 让了门道, 快进来再说。 说着, 她回头看了眼公公婆婆住的那屋, 见没有动静, 悄悄松了口气, 我们姐妹俩进了礼屋, 关上门, 我二姐去点了煤油灯。 我出门的时候, 因为跑得太急, 连双鞋都没有穿, 就跑出来了。 又是摸黑赶路, 此刻脚上全是伤。 我二姐拿煤油灯瞧了一眼, 出去取了水给我洗脚, 又给我找了套干净的衣服鞋子, 让我换上。 我们姐妹俩坐在床上, 一个不说, 一个不问, 就这样坐了许久。 家里实在待不下去的话, 就搬到二姐家吧。 我二姐最终还是先张了口, 却也绝口不提那个畜生的事。 这样, 怎么跟亲家娘跟亲家爹交代? 还有我二姐夫, 要是回来了, 问起来又如何解释? 二姐没问, 我就知道二姐知道怎么一回事了, 就说我叫你来帮我看老二的。 二姐摸了摸自己的肚子, 笑得有些发苦。 二姐有了? 二姐前年跟二姐夫成的亲, 去年生了老大, 这才一岁刚过, 没想到又有了, 我还是很替她高兴的。 二姐却高兴不起来, 看向我, 欲言又止。 摸了很久的肚子, 才说道, 其实, 是那个畜生的, 两个都是, 每次我回去, 她都会抢来。 我, 说着说着, 二姐捂着眼睛哭了起来, 你二姐夫, 大夫说了这一辈子都不可能有自己的孩子, 我, 我想着, 就把孩子留下来吧。 原本我们有老大就够了, 把他养大, 给春生和我养老送终, 谁知道那个畜生他, 抹着眼泪, 二姐实在说不下去了, 一头扎进了我的怀里, 听着二姐的话, 看着二姐哭得一抽一抽的, 全身都在颤抖, 我咬着牙, 全身冰冷, 我一定要把那个禽兽正法, 为几个姐姐报仇。 此刻, 我还没有说话, 胃里又是一阵翻滚。 等我吐完, 我二姐看, 我的眼神变得复杂。 我盲解释了一句, 二姐别担心, 我大概是病了, 可能活不久了。 你, 你被他欺负了? 嗯? 二姐看着, 哭得更伤心了。 那你大概跟我一样, 有了? 我只觉得被雷劈了, 五雷轰顶。 一直以为, 我是得了重病。 原来, 打钓把我抱着二姐, 声音从来没有过得冷。 什么? 哭得太伤心, 二姐没有听清楚我的话, 抬头, 一双泪眼看着我, 脸上有些许的茫然。 二姐, 我们一起打钓吧。 我很冷静地重复了一遍刚刚的话, 可, 她也想过打钓, 可是她又怕公婆一家说三道四, 她不想被春生一家送回娘家, 那比杀了她还难受, 所以她还是选择把孩子生下来。 二姐有二姐的苦衷, 摇摇头, 陈二凤抹掉脸上的泪, 有些话还是没办法说出口。 我瞧着二姐这不争气的样子, 心里很不适自卫, 他们为什么一个两个都不反抗? 为什么? 就算那个畜生再厉害, 一家子还打不过她一个吗? 五凤儿, 等以后嫁了人, 那个家就别回去了。 见我不说话, 她看着我的眼神既心疼又无奈。 你们就从来没想过反抗吗? 终于, 我还是问出了我最想问的话, 逃避根本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到现在, 我都想不明白, 为什么大家都没想过反抗? 反抗? 怎么反抗? 我们那个时候还那么小, 什么也不懂, 根本反抗不了她, 她就是个恶魔, 比鬼还可怕的恶魔呀。 二姐刚刚止住的眼泪, 再次掘堤而出, 脸上的恐惧肉眼可见地疯涨。 你还记得你三姐吗? 三姐? 三姐不是生病死了吗? 突然说起三姐, 我的心不由提了起来。 难道, 三姐不是生病死的? 她, 病了吗? 没病吧? 她脸色一片悲惨, 缓了好一会, 才出声道, 我们楼顶时常传出声音, 你听过吧? 其实, 你三姐根本没有生病, 她当时不过是反抗地激烈了些, 就被那个恶魔折磨得人不人鬼不鬼。 你三姐被她做成了人质, 我们楼顶上的根本不是会叫的娃娃鱼, 那是你三姐啊。 她把你三姐的眼睛挖了, 手脚断了, 舌头拔了, 泡在那个蕴子里, 让你三姐不人不鬼。 我们能怎么反抗? 根本反抗不了, 除了等出嫁, 别无出路。 曾经, 我想告诉你二姐夫, 想把你三姐救下来, 但是这种事, 我怎么张口? 我张不了口, 张不了口, 你可怜的三姐, 她这一辈子, 花一样的年纪, 就这样了。 大姐和我都求过娘的, 可是娘也不敢反抗她。 那个魔鬼, 谁反抗, 她就收拾谁, 我们不敢, 谁也不敢。 听着二姐的话, 我死死握紧拳头, 眼泪无声地流下。 原来, 楼顶那个声音, 是我的三姐, 我的三姐啊。 那个最疼我的三姐, 竟然, 我不敢想象当时的三姐, 有多绝望多痛苦, 我只觉得此刻的我, 浑身发冷发抖。 五凤儿, 你不知道, 一开始, 我们也跟你一样, 反抗过的。 可最后, 被她打得只能苦苦求饶, 求她原谅我们, 求她要了我们, 求, 后面的话, 陈二凤已经说不下去了。 毕竟, 那样难堪又痛苦的事, 她真的不愿意回忆。 我听得心疼不已, 紧紧地抱住了我这个无助的姐姐。 是了, 光凭一个人, 根本不是那个畜生的对手。 二姐, 现在不是你一个人了, 你有我, 还有大姐, 四姐, 有我们大家, 我们可以的。 我一定会让那个畜生生不如死, 我能做到的, 一定能做到。 我要把几个姐姐所受的伤, 千百倍地还回去给那个畜生。 我暗暗地咬紧牙关, 大脑里已经有了计划。 听完我的话, 二姐才反应过来, 她们姐妹几个都长大了, 而那个畜生已经老了。 她们或许可以, 抹去眼泪, 陈二凤从妹妹怀里出来, 目光从来没有过得坚定。 五凤儿, 你说得对, 二姐听你的, 明天就一起去把这个孩子打掉。 其实, 都不必他们主动去打, 现在全国提出什么少生优生, 幸福一生, 每个家庭里只需要一个孩子, 她的老二算是超生了。 为了这个孩子, 她被公公婆婆, 成天藏来藏去的, 她也很累, 不如就找个机会打了吧。 嗯, 后面的事, 我去安排。 二姐, 你有钱吗? 想对付那个畜生, 现在我需要钱, 越多越好。 钱? 有, 你二姐夫每回跑木头回来, 都会给我悄悄赛些钱, 我给你拿。 陈二凤从枕头里掏了好一会儿, 掏出一大堆的十元大钞来。 在农村里, 千元已经算有钱人家了, 万元就算是大户了, 他这儿怎么也得好几百, 他一张一张数了一下, 足足有八百多。 这些都是你二姐夫给我的, 我公公婆婆不知道, 都给你。 知道他要干的事是大事, 陈二凤把手上的所有钱, 都推给了妹妹。 接过钱, 我其实是有些犹豫的, 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接触这么多的钱。 我的犹豫也就是一小会儿功夫, 比起我要干的事, 这点钱好像也就是那么回事了。 二姐, 以后我会还你的如果我还活着的话, 我一定会还给二姐的。 五凤儿, 二姐不要你还, 你要干的事是我们都想干的, 接下来需要我们怎么做, 你就说, 二姐都听你的, 就是可怜了我们五凤儿, 还没有定亲。 说着, 陈二凤又心疼起妹妹来, 二姐, 我定亲了, 昨天定的。 是了, 我定亲这事儿, 目前只有我跟我娘还有两个弟弟知道, 还有那个畜生, 就是因为我定亲了, 我才知道我叫了十几年爹的人, 是个连畜生都不如的东西。 几个姐姐因为挺长时间没有回家了, 所以不知道我定亲的事也正常。 定亲了? 哪里的人? 他, 二凤想好好打问一下, 突然想到什么, 握住了妹妹的手, 五凤儿, 你既然定了亲, 不要冒险了, 在二姐这儿躲到结婚就算了。 陈二凤担心妹妹, 那种事, 被村里知道的话, 别说嫁人, 就是活着都成问题。 这也是她们姐妹几个这么多年都不敢声张的原因。 以前她们怕连累娘, 连累弟弟, 现在有了孩子, 更怕连累孩子。 二姐, 躲得了初一, 躲不了十五, 那个畜生这么多年, 仗着你们都怕她, 她什么都干得出来。 没事, 我有分寸。 我安慰着二姐, 让她放心。 早几年, 我在江边洗衣服的时候, 听村里的婶婶们聊天说起过, 像那个畜生干的那种事, 是要被枪毙的。 可我没有证据, 我要先准备好证据, 还不能拖几个姐姐下水, 她们有她们的生活, 要过, 我得自己想办法。 拿定主意后, 我也实在是太困了, 跟二姐说着话就睡着了。 醒来, 已经是下午时间, 我瞧了一眼外头, 静悄悄的, 好像都不在家。 房里桌子上放着吃的, 想来是我二姐担心我醒了饿着, 给我留的饭。 摸摸肚子, 确实是饿了, 我刚刚其实是饿醒的, 这两个月, 我就没有吃过一顿饱饭。 我是真的饿得厉害, 下床, 坐过去, 就三下午除二, 吃完了桌上的饭菜。 等我吃完准备收拾东西出去, 就听着房间门被人从外面推开了, 动作很轻, 像是怕吵着人。 我知道来人定是我二姐, 她应该是怕吵醒我呢。 二姐我出门口喊了一声, 二凤听到喊声, 手上的动作才敢放大了些, 一把推开门, 见五凤坐在桌子前, 她冲五凤微微一笑, 醒了。 我拿着碗筷起身, 准备拿出去, 我二姐快了几步, 接过我手中的东西, 你坐着, 我去放, 一会儿我有话跟你说, 瞧着二姐的样子, 我意识到她有事, 便也就乖乖坐着了。 没一会儿, 二姐放好碗筷进来, 又将房门关上, 走到我身边, 押着声音道, 中午的时候, 娘来过了, 问有没有见过你。 你那会儿还没有醒, 我告诉她你不在这儿, 我看娘的样子, 很担心你, 你要不回去一趟。 别人她不心疼, 就是有点心疼她们娘。 暂时不回去, 我会托人跟她说一声的, 一会儿我去镇上, 暂时就不回你这儿了, 你就当没见过我。 直到二姐为难, 我原本也没打算在二姐家长住, 昨天不过是一时没地方去, 加上吓得不轻, 才跑来了二姐家。 如今, 我已经有了自己的计划, 就断不会跟二姐有什么牵扯。 五凤儿, 你是不是生二姐的气了? 你不回去就不回去, 但是你不住这儿, 去镇上人生地不熟的, 你一个人, 我不放心。 陈二凤一听她的话就急了, 立即就后悔刚刚让她回去的话。 镇上时, 有女孩子走失, 她怕自己这个妹妹万一也走失, 那这一辈子就完了。 二姐, 我是去镇上办事的, 再说了, 我手上有钱。 直到二姐是担心我, 我忙安慰着她, 虽然我没读过什么书, 可平时洗衣服的时候, 大家都会把外面发生的事带回村里说。 一来二去的, 我也听说过不少事, 比如那些专门陪男人的女人, 在哪里哪里被抓了, 又或者哪里的男人因为抢了隔壁村的女人, 被人打死了, 还有抢劫被抓了枪毙的。 跟二姐说了我的大概计划后, 我趁着天黑前进了镇, 找了个店住下, 跟老板磨了半天, 老板才同意我一个晚上一块五住下, 正常的是两块钱一碗, 我说我穷, 硬是磨少了五毛钱, 之后, 又特意在店外蹲守了几个晚上, 这些都是听村旅人聊天的时候, 说起来, 那种女人经常跟男人都会约在这种旅店里。 果然, 在我蹲了四五个晚上后, 有个每晚都来住店, 而且每晚带的男人都不一样的中年女人向我走了过来。 小丫头, 你天天地不回家, 在这儿干什么? 她好奇地打量着我, 估计这几个晚上不光是我注意她, 她也在注意着我。 今天晚上, 她好像没有客人, 我找人, 我定定地看着她, 大姐, 一个晚上多少钱? 噗, 可嗨嗨, 对方显然没想到我会这么问她, 一时被自己的口水呛了好一会儿, 一边咳, 还不忘一边拿眼瞪我。 大姐, 我认真的, 一晚上多少钱? 白天干吗? 在店门口守了这么几个晚上, 我就是为了这一刻, 也顾不得什么害怕害羞的。 可嗨嗨, 你, 你找死呢? 什么一晚上多少钱, 老娘不是干那个的, 她可能以为我是别人找来试探她的, 听完我的话, 显得很生气, 脸原本就渴得有些长脸, 此刻气得更是一阵红一阵白。 大姐, 我没有恶意, 我只是想请你帮个忙。 左右都是干, 白杆还有钱拿, 她总不会不肯吧? 我拿出口袋里的钱。 大姐, 你就说, 多少钱你才肯帮我? 那大姐看着我手里的钱, 大概是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 一时不知道如何接话, 只是盯着我手中的钱吞咽着口水。 我真的想请你帮我一个忙, 没有别的坏心眼, 大姐, 你就帮帮我吧。 这几天在门口, 像她一样天天来的有好几个, 但是主动上前关心我的却只有她一个。 小丫头, 你这是从哪儿偷的? 快还回去, 到时候人家报警, 你这一辈子就完了? 盯着我手上的钱好半天, 她终于把双眼从那些钱里拉了回来, 还不忘提醒我把钱还回去, 她以为我这钱是偷的。 我们这个年代, 偷钱也是大罪, 要被拉去公开审判定罪的。 大姐, 我不是偷的, 这是我借的钱, 你还没有告诉我, 一个晚上多少钱? 一个白天多少钱? 她还是不相信我, 又盯着我好一会儿, 最后拉着我进了旅店, 让我带她去我住的房间, 开了门, 她认真地看着我。 小丫头, 你知道你手上这是多少钱吗? 五百因为我不知道 她平时一晚上是多少钱, 所以我把从我三姐那儿拿来的钱, 抽了五百出来, 只要有人肯帮忙, 我就把这五百给对方。 哼, 你知道就好, 你还说你不是偷的, 你一个屁大点的孩子, 手上怎么可能有五百块钱, 除非你家是万人大户。 她还在打量着我, 将我从头到尾看完, 又从尾看到头, 来来回回看了好几遍, 眼里的打量就一直没停过。 不过, 瞧你也不像是大户人家的姑娘, 就你这穿戴, 更像是村里的人, 你还是个厨吧。 这钱到底哪儿来的? 像她这样阅历丰富的人, 知道不说实话, 她是不会相信我的, 我只得老实交代了一切, 包括我想让她帮我的事一并说了。 横竖都是一死, 我觉得她并不是坏人, 找别人不如找她, 最少她刚刚在外面是真的关心我, 这样的人, 心地应该不会太坏吧。 其实, 我更多的是赌, 赌她是个有良心的, 就算她是干那种够当的, 也许她只是家里太穷, 并不是她真心想干的呢。 所以, 我还是选择赌她是个好人, 她会帮我, 把一切都合盘托出, 我一眨不眨地看着她, 等着她的答案。 大姐听完, 似乎比我还要生气, 直接破口大骂。 这世上还真是什么样的畜生都有, 你放心, 这忙大姐帮了。 她一把抽走我手上的钱, 放进了她的裤子那口袋, 在她抽走我手上的钱的时候, 我是既紧张, 又四松了一口气, 终于, 她还是愿意帮我的吧, 应该不会是为了骗我的钱。 内心其实还是有些担心的, 毕竟是五百块钱。 对于我来说, 那是很多的钱了。 钱我先收了, 说说你后面想怎么做吧。 见我盯着她装钱的样子发呆, 她先出了声, 我已经有计划了。 我要那个畜生死, 一定要死, 不然我们都活不了。 要是让人知道, 那个畜生干的事, 不光是我跟姐姐们一辈子抬不起头, 两个弟弟在村里也同样抬不起头。 那个畜生很快知道我住在镇上的消息, 消息其实是我透露出去的, 就连我住在哪个旅店, 她都一清二楚。 后面的事, 我就等着她自己上钩了。 这天早上, 我刚刚吃过早饭, 回到旅店门口, 就看到了那个畜生, 她横着眼恶狠狠地瞪着我, 恨不能生吃了我似的。 被她瞪得我差点转头就逃, 可脚上的步子还没有抬起来, 我咬着牙, 重重地往前走了一步, 我不能逃, 逃了就没有以后了。 姐姐的钱白花了不说, 我跟姐姐们以后都有家回不了。 你来做什么? 我冷冷瞪回去, 心里告诉自己, 不要怕, 她就是个畜生, 畜生有什么好怕的, 还敢问我来做什么? 你个赔钱货, 还不跟我回去, 是要让我找人来装你进麻袋拖回去吗? 去收拾东西, 马上跟我回去。 这是命令, 并不是与我商量, 她说完, 先我一步往旅店走。 我不会跟你回去的, 我跟刘川说好了, 我就在这儿住下, 住到跟他结婚的那天。 其实, 我并没有跟刘川说好, 就上次相亲以后, 我根本没见过刘川。 我就是故意气那个畜生的, 那样, 他才会生气, 他越气, 有些事才越好办。 死丫头, 你是觉得我不敢打你是不是? 听完我的话, 他果然很生气, 气得冲上来, 就朝着我的脸狠狠地一个巴掌下去。 紧接着, 伸手就要扣我的手。 我急急闪身, 避开他的手, 绕过他拼命地往旅店跑。 等进了旅店, 直往二楼我住的房间逃去。 旅店的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是我被打他, 却是看得真真的。 所以那畜生追进来的时候, 旅店的人帮我拦了下来, 让我有机会先到了二楼。 但是很快, 那个畜生就追上了二楼, 旅店的人在知道那畜生 是我所谓的爹后, 以为我是不听话的孩子, 从家里逃出来的, 再没敢拦着他, 甚至还给他开了我的房门, 让他如入无人之境。 我们在房间里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我死活不跟他回去, 被他冲上来, 压着在地上狠狠打了一顿。 那店员瞧着我们这情况, 不敢上前, 巧声离开了。 死畜生则是打了好一会儿, 打得我身上到处都是痛的, 他才累得停了手, 坐在一边喘着气。 刚才两人打在一起, 我挣扎的时候, 衣服扣子都被扯掉了几颗, 这会儿上半个身子都露在了外面。 正伸手去拉衣服, 刚刚收手的死畜生见了, 眼睛发亮, 一下就又扑了过来。 与刚才打我不一样, 他像那些晚上一样, 直接漆了过来, 整个身子压向我, 压得我毫无还手之力。 他直接坐在了我的腿上, 双手压制住我的双手, 让我不能动他分毫。 很快, 他三两下就扯开了我的衣服, 然后在我推打阻止的情况下, 一点不费力气地 把他的畜生脑袋 埋进了我的胸口。 爹, 爹, 我错了。 原本以为, 我年轻力胜, 可以拖上一拖, 但眼前根本不可能。 爹, 我愿意。 嘴里面说着我愿意, 心里面我恨不能刀死他, 可我刀不死他。 陈老三听着我说愿意, 火气下去了不少, 把头从我的胸口抬起, 老眼里全是得意。 早听话不就好了, 非要折腾这一圈。 坐在我身上, 他开始解他的衣服。 趁着他脱衣服的动作, 我快速地抬起双手, 狠狠地推了他一把。 哎哟, 没想到我骗他, 一个没坐稳, 被推倒在了地上, 气得把衣服三下五除二脱了。 随后, 他一个反扑, 正好抓住往外逃的我的脚。 你个赔钱货, 又耍你老子, 今天天王老子来, 也就不了你。 说着, 他抓着我脚的手, 狠狠一个用力, 我再次摔了回去。 此刻, 我身上衣服跟没穿没什么区别。 加上我被摔得狠了, 双眼冒猩猩, 来不及反抗, 就又一次被他抵在了地上。 那个畜生也没有给我反抗的机会, 一只手把我的双手死死按在头顶。 另一只手直接去撕我那破碎的衣服。 死了, 三两下, 我的衣服就被全都撕了个精光。 我欲哭无泪, 求着他, 爹, 爹, 我求你放过我, 放过我吧。 只要你肯停手, 你让我做什么都行, 放过我好不好。 我流着泪, 看着他, 只求他能突发善心, 放过我。 可是, 那个畜生根本没有要收手的意思, 反而是加大了动作, 在我身上毫不客气上下气, 此刻, 我有些后悔一个人面对这个畜生, 我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 只能任由着他对我上下起手, 而毫无还手之力。 爹, 你还知道你叫我爹啊? 我把你养这么大, 不能便宜了外人不是。 俗话说, 肥水不流外人田。 再说, 爹是在叫你怎么做人, 你应该感谢你爹。 四畜生说着, 手已经伸向了我的腰带。 听了他的话, 我顿时向背抽了力气, 视死如归地看着他, 脸上早已经没有了哭。 他似乎感觉到了我的不同, 动作停了停。 怎么? 不闹了。 呸, 畜生。 我狠狠地朝他的脸上吐了一口痰。 啪, 啪, 老畜生响也没响, 还给我的是两个更响亮的耳光。 老子告诉你, 再不听话, 我现在就让你死, 死了就听话了。 他因侧侧地盯着我, 盯得我浑身发冷。 那眼神是真的想弄死我, 而非吓我。 让我又想起了我那可怜的三姐。 好啊, 动手呀。 我知道, 我只有今天这一次机会, 只许成功。 啪, 见我没有被他吓到, 他抬手又是一个巴掌, 挥向我的脸。 原本就被打肿的脸, 此刻更肿了。 痛也是真痛, 我却死咬着牙, 不让自己叫出一声来。 目光带着凉凉的笑意。 打呀, 打不死我, 我就让你死。 这一句话, 我几乎是咬着牙说出来的。 哼, 你当你是谁? 我现在就打死你。 老畜生说着, 那只空出来的手, 对准我的脖子, 狠狠地掐下去。 突来的窒息感, 让我脸色都下白了。 我还不想死, 我还不想死, 这个畜生都没死, 我还不能死啊。 可, 他没有再给我开口的机会, 手上的力道越来越大。 我完全不能呼吸了, 我怕我真的死在这儿, 拼命地想挣脱他。 但是怎么也挣脱不开, 很快, 我就失去了力气, 眼睛慢慢地, 慢慢地闭上。 我想, 我这次真的要死了, 我谁也帮不了, 谁也帮不了。 在我失去意识的时候, 我仿佛听到了门被人撞开的声音, 后面的事, 我就什么也听不到了。 醒醒, 喂, 醒醒, 醒醒。 有人掐着我的人中, 一边叫着醒醒, 一边翻着我的眼皮。 我似乎又渐渐能听到说话声了。 有呼吸了呀, 怎么还不醒? 那人说着话, 又对着我的人中一顿恰。 在她的唇凑向我的唇的时候, 我终于缓慢地睁开了眼睛。 两人近在咫尺, 就这么互看了好一会儿。 她应该是一时吓着了, 所以才会跟我对视了好一会儿。 而我, 则是盯着她, 是真的有些反应迟钝。 醒了。 她从我身上起来, 轻轻淡淡地说了一句, 你这丫头命真的大, 还好我们赶来得及时, 要不然真的玩玩。 刚刚给我掐人中的人起身, 我看向了声音来源, 是她的同事, 徐警官。 我弱弱地喊了她一声。 入住旅店的第二天, 我就去了派出所。 当时接待我的, 就是眼前救我一命的徐警官。 她的同事当时也在场。 不过, 后来我要说的话, 因为不想给太多人知道, 就单独跟徐警官找了个担间说了。 徐警官知道我的事, 看着我被打得面目全非的脸, 露出一丝丝的怜悯。 放心, 人已经关进去了。 之前, 我去找他们的时候, 他们说什么都要讲究证据。 没有证据, 他们也没办法把那个畜生怎么样。 如今, 证据有了, 听到徐警官说人已经关进去, 我一直悬着的心, 终于落下。 你这丫头, 我都说了让我帮你, 你为什么不听? 你看看, 你现在, 人不人鬼不鬼的, 痛吗? 站在我身后, 一直没说话的那位大姐, 对着我一顿数落。 我听着, 却嘴角不由上扬, 原来大姐也在, 她就在我身后呀。 和大姐, 别人, 她不一定会上钩, 谢谢你。 她嘴里虽是数落, 但却都是因为心疼我呀。 这让我无比感动, 这世上好人, 总是比坏人多的。 给, 你的钱收回去。 和大姐将手中的五百元钱, 原封不动地递到了我的面前。 大姐, 说好了给你的。 我没伸手, 当时让她帮我去通知派出所, 这个是报酬。 拿着。 和大姐上前, 蹲下来, 将钱放进了我的手里。 当时我是怕你这年纪, 把钱搞丢了, 不过是想帮你保管。 现在没事了, 这钱本就是你的, 拿好别再随便让人看见了。 这可是一大笔钱, 外面坏人还是很多的, 出门记得收好罗。 和大姐一口气说完, 站起身, 又对着徐警官道, 我的任务完成了, 我先走了。 大姐, 看着大姐大步离去的背影, 我控制不住地落泪, 想把钱给她, 可是根本动弹不得, 一动全身都痛, 特别是肚子, 可我却顾不上这些。 徐警官, 你帮我给和大姐吧。 我哭着求着徐警官, 拿着, 回去养养伤。 徐警官伸手给我抹去脸上的泪, 动作很轻, 生怕把我弄疼了。 听完, 我哇地一声, 大哭起来。 刚刚被那个畜生那样对待, 我都没有出声。 此刻, 我却怎么也控制不住大哭出声。 谢谢, 谢谢你们。 真的很感谢, 这世上的好人都让我遇到了。 好了, 别哭了, 再哭就不好看了。 徐警官见我越哭越厉害, 手上的动作更轻了, 嘴里还不忘给我轻轻吹着脸上的伤。 而我哭的动作太大, 扯动了脸上的伤。 一边哭, 一边刺着牙。 嗯嗯嗯, 我点点头, 死死抿着嘴, 想让自己停下来。 可我却怎么也停不下来, 眼泪跟那断了线的珠子, 不停地滴落在脸上, 在徐警官的手中。 小丫头, 好了, 别哭了, 你再哭, 我们小徐一会也得被你弄哭了。 徐警官的同事站在那儿, 指了指徐警官, 你瞧瞧他, 你跟他妹妹一般年纪, 他妹妹, 别说了。 徐警官打断了同事的话, 把我抱了起来, 我带你去医院。 他说着, 已经抱着我往外走。 刚刚跟那个畜生打起来的时候, 我的肚子被打到过好几次, 此刻更痛了, 痛得我眉头紧皱, 腿上似乎有什么流了出来, 至于他同事说的, 我已经顾不上好奇了。 而徐警官显然也不愿意多提, 强忍着痛, 抹去眼泪, 任由着徐警官抱着我出了旅店。 出了旅店我才想起我的衣服, 已经破烂不堪, 慌张地低头看去。 此刻我才发现, 我身上被一张床单包得严严实实, 心里有一种东西流淌着, 暖暖的, 暖暖的。 到医院经过检查, 医生告诉我, 我的孩子流了。 听到这个消息, 其实我是开心的。 那是那个畜生的种, 我原本就打算打掉的。 老天爷真是开眼, 让他流掉了。 第二天, 徐警官跟他的同事来了。 说和大姐愿意出面, 就说那个死畜生是因为强了他被抓的。 听到这些, 我其实很感动, 和大姐什么都没有收我的, 却愿意承担骂名。 被人强不是什么好事, 对女人来说, 名声极差, 村前村后, 以后都是要被人暗戳戳骂一辈子的。 我想拒绝, 可徐警官说, 我还有大好的人生。 和大姐孤家寡人, 比我更适合。 徐警官跟我说了很多和大姐的事, 我才知道, 和大姐以前嫁过人, 后来遇到的男人不光打他, 还让他出去接客。 后来, 离婚了。 现在他四海为家, 居无定所。 因为离了婚的女人, 是不能回娘家住的。 农村觉得离了婚的女人, 晦气。 我才知道, 和大姐经历了那么多。 也才知道, 她愿意帮我, 是因为她不想让我不他的老路。 我跟徐警官要了和大姐现在的住址, 想着出院后, 一定要亲自去见见她。 好好地感谢感谢她。 下午, 陈老三被拉上审判法庭, 开了一个下午的批斗会, 全程陈老三的嘴都被堵着。 我拖着身体, 悄悄从医院出去, 远远地看着那个畜生被宣判死刑。 而那个畜生似乎看到了我, 踢了命地往我这边拾眼色。 我知道, 她是想叫我救她。 可是, 我怎么可能会救她? 她不知道, 我恨死了她吗? 我冲她丢过去一个冰冷的笑, 随后拖着伤体头, 也不回地走了。 出院后, 为了感谢徐警官他们, 我特意买了些水果去所里看他们。 当然还有和大姐, 我跟她拜了姐妹, 我告诉她, 以后有我一口吃的, 就有她一口吃的。 甚至, 我还告诉她, 以后我的家, 就是她的家。 她笑我傻, 说那是不可能的事。 她说, 像她这样的人, 不吉利, 以后让我不要再见她了。 多见一面对我都不好, 她晦气得很。 我却告诉她, 她是我的福星。 没有她, 我可能早就死了。 半年以后, 我才知道, 徐警官同事说的, 徐警官的妹妹。 听说跟我一般大, 前年因为回家晚了, 晚上遇到了坏人。 被对方给强了, 他们赶去的时候, 人已经死了。 我突然有些心疼徐警官。 我结婚的前一天, 我跟徐警官说, 以后, 我能不能把你当亲哥? 徐警官第一次露出了笑容。 他的笑容很暖很甜。 当然可以, 以后我就是你亲哥, 有事只管找你哥。 我们相视而笑。 哥, 我明天结婚, 你能不能去参加我的婚礼? 哥哥一定去, 哥哥是你最强的靠山, 以后他要是敢欺负你, 你告诉哥, 哥帮你教训他。 徐警官第一次拉起我的手, 在我的手背上轻轻地落下一吻。 哥哥以前没能保护好你, 以后一定会保护好你的。 我轻轻地点头, 我知道他嘴里的他是谁。 我愿意当他心里那个他。 我把我的喜事一同告诉了何大姐, 希望他能来送我出嫁。 当时他很高兴地说, 他一定会来的。 可结婚当天, 他并没有来, 只是让人送来了贺礼。 另外还给我留了一封信, 他说他要出去打工了, 有人介绍了一份工作, 是在厂里做合同工, 等以后挣了钱就回来看我, 让我不要去找他。 还说, 他这样的人晦气得很, 我结婚是大喜事, 不能让他染了晦气。 就这样, 我跟刘川结婚了。 结婚前, 我把发生在我身上的事, 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刘川, 问他还愿意娶我吗? 刘川说他愿意, 以后他会好好保护我, 不再让我受到伤害。 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 我一直贴着你的心终于放下, 充满阳光和欢笑, 每一步都走得坚定而有利, 让过去的成为美好回忆, 未来的充满无限可能。 祝你幸福安康, 万事如意。 同时欢迎您留言, 订阅, 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